特朗普上个月27号行使总统权力发出行政命令禁止来自伊朗、利比亚、叙利亚等7国公民在90天内入境美国 禁令传开之后,国内外抗议声浪不断 华盛顿和明尼苏达州政府更是直接对特朗普的禁令提出上诉 美国第九巡回上诉法院三司星期四零审后 表示政府没有阐明相关的禁令实施的明显优势 也没有表明被否决后会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 还强调公众有权自由旅行,免于家庭流离或被歧视 因此一致裁定继续冻结限制移民和难民的行政命令 这也意味着7个被点名的国家移民和难民依然可以入境美国 特朗普文讯后急跳脚,随即撂下狠话,要求与起诉方在法院见 我们有一次判断的事情,有所谓的事情 我们是在此的一条很专业,我们正在相当做的事情 总统下站帖对今天获胜的华盛顿州检察长而言 似乎是笑事一桩 更言语 其实早已经在法院与总统见过面 在 response to the president's tweet well we have seen him in court twice and we're two for two that's number one and in my view the future of the constitution is at stake that's at stake as well and look we respect that the president has broad authority when it comes to issuing executive orders but they still have to follow the constitution 华盛顿州总检察长福格森行荣 上诉法院今天的裁决是华盛顿的一大胜利 说明在法治国家任何人包括总统都必须遵法行事 根据程序在上诉法院结果出炉之后 不满的一方可以要求将案件带到美国最高法院审理 因此案件还不算总结 不过尽管如此目前可以确定的是禁令暂时无法生效 对涉及的七国人民而言绝对是一大好消息 感谢观看